剛剛講到到底有多少日本人首相被殺 大部分在二戰之前 最早是伊藤博文 完成西華的明治維新的元老之一 那個時候在哈爾濱火刺山 被韓國人槍殺身亡 另外袁靜在東京車站 剛剛講被右翼的鐵道工人刺殺身亡 冰口信雄在1930年 他叫做獅子首相 也是在東京車站 這個是現在的交流協會的會長的爺爺 冰口 他在東京車站準備搭乘快車 被人家打到 被右翼團體愛國社 因為他不滿削減海軍的軍備 你要削減軍方的預算 殺了 全養役 1932年 也是被年輕的海軍軍官刺殺 另外就是他的 剛剛講他的外主部暗信件 在1960年之後 就沒有這樣的規模的刺殺 安倍今天很有台的 他曾經講過台灣有事 就等於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就是美日安保就有事 所以換句話說台灣有事 日本要來救美國也要來 通通要來 他當時52歲 當時是最年輕的日本首相 而且兩次 第一次完了 過一段時間第二次 剛剛講他用三支劍來拼經濟 另外兩度請辭 但是加起來在任最長 而且被稱為對台灣最友善的 日本首相 所以蔡英文說台灣失去了重要的自由 他在任內 他遇刺身亡 他在任內有修補對中國的關係 但是卸任以後高調挺台 就在任上的時候 跟中國要友好 那下來高調挺台 他算有台派的前日本首相 講過台灣有事等於日本有事 這句話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另外他也曾經挺台灣的鳳梨 你看 表示台日友好 所以買台灣的鳳梨 他原來今年 好像本來說7月底要到台灣來 就這個月底要到台灣來 結果3月的時候跟蔡英文曾經視訊對話 4月在美國發表文章 說要美國 你防衛台灣的決心不夠 要表明防衛台灣的決心 然後5月的時候 說7月可能會來 另外說來的原因 是要牽制親中派的岸田文雄 岸田文雄是親中派 來是表示你看我親台派親中派 可以平衡等等 助理代表謝長廷說 他上個禮拜允諾訪問台灣 沒想到見到的是最後一面 來 裕方兄 這個安心界他們這個家族 真的跟中華民國的關係 是非常非常要好 他這個傳給了走童 就他借的是走童龍座 過來是福田舊夫 這個系統是真的對我們比較 那塔拉卡這個天中角 就對我們不是很好 這個安倍晉三的弟弟 當然就安心夫 跟我們的李鴻軍 李委員很要好 跟馮濟台 馮代表也很要好 有一天馮濟台 我還在立法院的時候 打電話給我說 你明天可不可以跟我到東京來 我說為什麼到東京去 我說我沒有這個計畫 他不是 我請了幾個 對我們很友善的國會員吃飯 我這個馮濟台很有意思 他會烤牛排 他考得非常好 他有特別的方法 他說你幫我拿一箱 這個卡拉斯米就是這個 烏衣子 你幫我拿來 因為要送貴賓 所以我就只好第二天 就壓著一箱 當帶貨的 這個烏衣子到這個代表出去 這個安心夫就在那個地方 那當然我以前就認得他 因為李鴻軍 因為他常到台灣來 所以見過他幾次面 我的意思說其實 現在有些民進黨覺得說 他們上台以後才跟日本的 自民黨關係比較 其實不是 你想這個肯談會 日華肯談 日華肯談會 這是國民黨時候弄的 因為張群他們這些 包括蔣中正 蔣總統他們 都是留日了 所以是有這個語言上 可以直通的這樣的關係 然後他們又非常反共這樣 我要講一件事就是說 今天你看CNN CNN訪問裡面 有幾個專家都一直搖頭 所以我們美國就是 怎麼日本現在 有我們美國這種風氣 我們美國槍支 造成這麼多傷害 死了這麼多人 日本我們一向認為是最peaceful 怎麼日本也有這種情形 他們覺得非常的驚訝 我們剛剛在講說 這是不是一個孤狼事件 我想應該也是 但是那個孤狼 我想不是意識形態 我想他應該精神上是有問題 這種精神上的這種刺殺的可能性 會比較的高 如果講意識形態 而且真的這種比較極端的團體 大概都是極右派 所以你們剛才講的 像全洋裔他們被殺 全洋裔其實是很可惜 全洋裔如果沒有被殺的話 他可以繼續發揮影響力的話 中日八年抗戰可能不會發生 全洋裔是一直認為 日本不應該這樣一直逼迫中國 但是右派的那些年輕的軍官 特別是陸軍的 雖然他很奇怪 只被海軍給宰了 他們這些人就一直往前衝 滿洲國一成立以後 你共擋都擋不住了 他們就把全洋裔當作 最後最大這樣的一個障礙 一定要把它幹掉 所以他們有右派的極端的這樣一個思想 譬如說三島遊記夫對不對 壓著這個總監 這個智慧隊那個總監說 來 我們這個大家來騎 好像要保皇一樣這樣子 要智慧隊活起來了 對啊 智慧隊這些人不參與 所以他只要切副自殺 有沒有過左派的極端有 刺軍聯 刺軍旅 在1971年這個成立的 這個曾經給這個世界帶來很多的傷害 而且是國際性 對啊 最近他那個刺軍聯的一個女孩子 那個頭部才放出來 重慶放出 對 日本 以色列駐日本大使館 非常生氣的 他發表這個聲明 通罵這個辭訓練 因為他支援巴勒時代 他們跑到台南維護機場 殺了這個死掉的平民大概二三十個 他們自己才死兩個 還有七十幾個人受傷 所以日本是有右翼極端主義的 這種情景是有 但是說刺殺首相這個是二次戰後 這種情形真的是很少見 但我不認為 我還是不認為這跟意識形態有關 然後日本要想去擴軍什麼的 這個第九條 這個憲法第九條 這是和平憲法 就讓他被人家叫做和平憲法 就變成說作為一個主權國 可是你放棄了戰爭的權利 尤其是這個叫做 這個要應該講集體防衛 類似這樣的 集團智慧權 對 集團智慧權 但他們後來也是安倍的時候 透過修所謂的安保法 所以把這個其實 憲法的第九條已經把它弱化 也就是說你現在我們可以去 我們的盟國如果跟人家作戰 日本可以提供後勤的資源 這裡面修法 修了一條法 新的立法一條 安保法 然後有關的修法是大概十條 這裡面還加上所謂的 太平聯合國的和平維持部隊 到海外去 讓日本也因為這樣子 變得更加的積極 所以其實修憲 我認為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尤其美國也希望他修 但是在這以前安倍做的事就是說 透過安保新的這樣一個修法 立法事實上已經弱化了 憲法第九條 不過日本要修憲 亞洲國家是很緊張的 對 沒錯 就是當時你看日本軍國主義 大東亞共融權 多壞那個日本人 真的 對不對 沒事打中國 打菲律賓 打香港 打馬來西亞 打印尼 甚至地文什麼 都亂打一通 你什麼意思 對不對 所以而且你殺了那麼多人 害了那麼多人 還去炸美國的珍珠港 你瘋了嘛 你沒有去炸美國珍珠港 幹什麼東西 對不對 三本五十六 勸他們不要他們也不聽 然後就是軍國主義 三本五十六是哈佛畢業的 所以他知道美國很強 你日本打日本 日本打美國打不贏的 但是軍國主義不聽 你什麼 還叫你去執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麥克哈森的時候 才搞了一個憲法 就是讓你不要再 就不信任日本人 覺得你將來有能力了 有能力了以後 你有錢了以後 現在因為美國 所以美國說 誰保護你 我美國保護你 對不對 你不要有兵 我保護你 現在變成美國也弱了 他覺得美國 尤其川普天天天叫你 北約你們自己出錢 韓國你自己出錢 日本你自己出錢 那就 反正現在他跟美國是朋友 不是敵人 所以就鬆懈了這個約束 對不對 但是其他國家怕不怕 當然怕 對不對 日本將來如果再強起來 如果又再要去侵略別人 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 安倍對台灣這很好了 我們看一下 聽到好朋友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遇襲 總統說話了 安倍前首相長期致力深化 台日友好關係 我們嚴厲譴責暴力不法行為 譴責暴力不法行為 但不知道是不是受到 安倍強擊案的影響 總統的違安比平常小心 再小心 一確讓安倍傷重不治 總統立刻哀悼 外交部也悼念這位台灣珍貴的民主夥伴 以及最堅定的智友 強調他的試勢是全球一大損失 但從安倍遇襲後 日台交流協會門口 就有民眾主流獻花 原本打算要安倍7月底來台的安倍居友會 更是相當忐忑 曾說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安倍到底有多喜歡台灣 1994年當時40歲的安倍還是菜鳥眾議員 就已經來台訪問 跟錢總統李登輝打下不錯的交情 2010年安倍卸下首相身份後 來台灣兩天 不僅見了當時的民進黨主席蔡英文 還拜會國會龍頭 主動談釣魚台爭議 2020年 李登輝試試安倍一直想來台 但礙於首相身份 只好改成影片致哀 今年李登輝試試兩周年 安倍就有意來台 但一直沒敲定時間 安倍只有會說 安倍一直把台灣放在心裡 學者坦言 短時間內恐怕找不到 第二個像安倍這麼有台的政治人物 正喊總共語言 要謝謝對一個最挺台灣的好朋友 一路好走 今天下午的時候 還不知道安倍的到底怎樣 李登輝基金會也替他祈願 李登輝因為過世他的女兒 李安妮是基金會的董事長 學者說 這學者是蔡錫薰 她是說如果沒有安倍的話 日本對台灣的關係可能會 不會像在這麼好 影響很大到底會還是不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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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